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位于新北市复都心的一个彩色货柜屋创意基地 这里是日日新俗 透过展演活动以及创新的方式 引导大众关注需要支持的群体 在里面进驻的是彩虹巴克斯 他们集结弱势者的天赋 以正向积极的态度 让这些创作艺术家能够被社会看见 能不能够对这些的孩子有一些的尊重 可能不容易 有一些的欣赏可能也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的孩子有多努力啊 我们就希望借着我们的孩子 散播一点正确的观念 来欣赏他们啊 来发现他们的好啊 来称赞他们一下 来鼓励一下 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其实一样的 只是有一些的行为不太一样 但是它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错待 在国外 自闭症已不再被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待 因为有许多优秀的人才 也都是自闭症患者 大家开始关注到他们不同的天赋 在台湾却还是把他们看作弱势族群 但在展区可以看见他们天马行空的创造力 不受世俗的框架束缚 在这里 你仿佛也可以与他们一同遨游 在这充满童趣的世界 说到自己喜欢的恐龙 博宇侃侃而谈 兴奋的匕首画脚 很难看出以前在学校 博宇也曾受到同学的排挤 讲话直白毫不掩饰的性格 在同才之间难以适应 但或许就是如此 在互动之中 让我们的感受特别的真实 小了社会化后的事故 回归人与人之间最初的感动 家里面不要的家具 除了丢弃 其实也可以捐出来 让有需要的家庭可以使用 最近在台南新市 就有你丢我捡搬家服务协会 举办活动 让参与的许多民众 选到自己需要的家具 你丢我捡搬家服务协会 远东科党自身自动团队 把勘用的大型 立即收集进行情节 等领域 书山之后 跟这个有需要的台南 立即落实 在搬家当中 就是因为 遇到很多客户 把一些花钱 其实我们丢掉很多 可勘用的一些大型家具 去家庭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创立这个你丢我捡的协会 来 因为在搬家利用当于 我们也发现很多个案 若是家庭 他们里面没有沙发 没有床垫等等 所以我们才创立这个协会 可以把这样一个东西 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不需要钱吗 对 这个今天要几方 让大家来饮料 观众的 我们刚才有时候 会用到的东西 拿回来用 今天有300多个人 参与这项活动 150个人领导 将近200项家具 这些家具对他们而言 像是奢侈品 他们也都挑选到 自己喜欢的物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